您好 我是您的朋友老崔 然后这个佛爷整体往上挪一点点这个肩膀 我们把它挪上去的目的呢 是因为它这个位置啊 这个柱子这个位置 它有一朵莲花 这个莲花呢 需要给它 啊 确定出来 这个时候最佳一还是最佳一个方块 啊 这个ZB里面这个方块呢 它是个万能的 万能块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 对吧 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点 沉下来 这个整个柱子就得给它往里面缩一点 嗯 正好 正好 啊 要不这个柱子太粗 变成为4吧 4 啊 对吧 对吧 嗯 看,這就漆眼 Clay 笔刷 木皮刷 我还是帅 这样一朵莲花 放大一点 这个莲花呢 它就这么大 如果它没有显示出来 那就证明这个柱子粗了 这柱子粗是跑不了的 这个东西相应的变细 我木鱼刷 现在呢 打大型 这个竖枝从这过来 这样过来 到这里 然后 这有个大拐 它有个拐 要拐的大一点 原来它这个部分 都要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底约这个东西往里杀 它这里面隐隐约能看到这个边 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边完全漏出来 但是也要说得过去 对吧 到这个位置 这些给它弄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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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一点点 那一块 找我 这个树枝 也是一样啊 往里插 插到这个位置 让它形成一个夹角 第一是让它形成一个夹角 第二个呢 就是直接两个半 两个部分就戳出来 左面一部分 右面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 我只想把它变成一棵树 不想让它变得扁扁的 扁扁的那样看着太丑 这下面给它杀进去 不需要出来的太多 不需要处理的太高 处理太高呢 里面没法丢 看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给它劈开做吧 劈开 这个比较难 比较难决定 这样手用挪子 上面这个花 树枝 树枝一定要连贯起来 树枝又不连贯 整个这个东西 它就觉得是缺点啥似的 这一部分 对吧 这样 这一朵呢 是松枝 然后 现在开始叼这个木头了 分清它的前后 这样 这样向外 这一部分是向外的 向外 然后中间这一部分是向里 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到这个树枝的这个位置 向外 树枝向外 松枝向外 这个拐 到这个拐的时候 这个拐要向外 要它始终保持一种节奏感 都像有一种节奏感 这个东西的节奏很重要 没有了节奏就没有了灵魂 然后 然后佛爷 这个佛爷就整体的突出来 整体突出 下面的叶子呢 要列为高处一点点 底下收下去 这样 这样 这个树枝就这样处理 让它成为一个啊 带有节奏的一个形状 在这个树根的底下 要形成一个这种交叉的啊 感觉 这种交叉的感觉呢 看着就比较活泛 另一根从 后面那根上面穿过来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侧面这个位置啊 比较考验人呢 因为正面的圆画都已经给出来了 侧面的没有圆画 所以说就需要脑补 这个大树啊 具体是怎么拐回来啊 对吧 都需要细细的琢磨呀 像类似于这种东西啊 一个弯拐不过来 整个美感就没有了 这个树根对吧 然后树枝 这一部分树枝 这个树枝呢 中间它还是个空的 看一下这个空的 用布尔吧 只有布尔才是真正强大的东西 布尔才是王者 王者中的王者 王者 王者中的荣耀 原住体缩小 按shift旋转 然后扩大一些 变细再扩大一些 磨过来 看看哪块需要有洞 有需要有洞的地方呢 就一次全都给它杠过来得了 一次搞定了 要一遍变得太费劲 它是个这样的形状 这里小一点 然后在它们的后面呢 也有一个 这样的三个洞 大点 大点开着 然后看还有哪里需要洞 这里吧 这里就懒得去抠它了 飞金巴拉抠它 然后效果还出不来 就没什么意义 对吧 这看着多帅气啊 一目了然 全都下来了 向下合并 确定 对吧 这洞 又标准又漂亮 这洞 又标准又漂亮 今天kę加密